主料,木耳100克,皮蛋2个,主量,蒜3粒,油,盐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木耳放开水中焯,焯熟的木耳捞出,沥水,木耳放大盘中放凉,木耳切成细丝,皮蛋切成小块,蒜朵成溶加油,盐,酱油拌好了哟,把半酱,皮蛋,切好的木耳准备着, 把所有准备好的材料倒一个大盘中半军,放置半小时入味即可使用,烹煸技巧,算最好剁成蒜绒,这样做起凉饭末更容易入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